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經圓滿舉行 現場聲光暈暈 一群演員都盛裝出席 他們之間的互動也很精彩 現在為大家一一送上 Angela Baby 罕有回香港出席金像獎頒獎典禮 在會上成為了很多明星的雜游對象 就連女神級演員 袁麗霖 林明禎等演員 都不放過大好機會 泛氣工心系列的大嫂林明禎 姓莊出席紅地毯環節 還露出迷人的事業線大派福利 同場的二嫂鄧麗欣也激漢大了事業線 但林明禎就主動守護Stephy的性感尺度 紅地毯中一群女演員姓莊試人 而各個明星的美照背後 靠一群化妝師造型師精心配搭之外 也不少得在現場調整造型 內地演員兼導演戴鵬 憑第八個嫌疑人提名最佳男主角獎 一向喜感十足的她 亮相紅地毯的時候異常興奮 還即場表演戴鵬展翅 近年成為肌肉男神的柯偉林 以真空西裝造型亮相紅地毅 魏斯瓦也代替各位女粉絲去現名正身 證實Will真是真空上陣的 今屆的終身成就獎得主洪金寶 帶上太太高麗熊 一起出席頒獎典禮 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位置 在她入場的時候 一起坐第一排提名影帝和男配角的入圍者 都立刻起身向大哥大鞠躬打招呼 禁像獎主席以東昇在紅地毯上 由會計師行代表手中 接過核對後的得獎結果公示包 在頒獎典禮的期間 張達明去到第一排和 多年好友王子華合照 他們載到同框的畫面都非常罕有難得 歌手岑寧儀在頒獎典禮當表演嘉賓 在之後她就在台下和 都是電影圈資深業者的父母合照留念 而獲頒最佳女主角獎的余香瑩 在慶功宴上就獲老公甜蜜獻文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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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